大家好,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视频,以后我会做越来越多人的视频,而且会做越来越好,然后在这一次的视频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关于我的国家的一些事情。 首先告诉大家,我是伊朗人,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在新闻上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,那就是说有一个中国人在伊朗开车的时候,撞到了一个老太太, 然后那个老太太把他的两个女儿嫁给那个中国人,然后那个中国人结婚之前就不知道那两个女儿是长得是怎么样的,然后在结婚的时候把他们的面下拿出来,然后看看他们长得特别漂亮,然后这个新闻在中国好像是很火的,然后我想告诉大家,这个新闻是假的,不是真的。 想告诉大家,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新闻是假的呢?因为我们伊朗人不带面下的,很多人认为伊朗人是这个样子的,其实伊朗人是这个样子的。 很多人觉得在我们伊朗我们会娶几个老婆,担心每个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,所以有一些新闻大家只要去看一下就好了,不要去相信好吗?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,大家对伊朗的更多的误会。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恨不恨美国啊? 要告诉大家,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不恨美国啊。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吃猪肉呢? 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吃猪肉就是因为猪就是我们的祖先。 我觉得猪是有一些笨蛋的祖先吧。 我们不吃猪肉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猪所有的东西都吃,所以很脏的,所以我们不太喜欢吃的。 在中国我被大家问你在伊朗的时候吃猪肉吗? 然后在伊朗我被大家问你在中国的时候吃狗肉吗? 第三个问题,很多人问你们那边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? 小的时候老师教我们怎么做炸弹,然后我们用美国国器上厕所去擦屁股。 大学考试是用炸弹去炸弹哦。 上课的时候如果没有杀几个美国人的话,老师就会教家长啊。 我觉得千万不要去伊朗,因为很多伊朗人就请中国人出吃饭, 然后伊朗人见到中国人感觉特别高兴。 所以我感觉这个有一点点可怕。 不要去伊朗。 我爱中国。 我爱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五毛。 我每个月就会拿到五毛钱,所以我爱中国。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。 虽然我做的我觉得不太好,下次会做的更好。 所以大家下次见啊,拜拜。